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12月18日 星期六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著名歌星王力宏 較早前就在他的社交平台上 發表了一篇聲明 他提到 說自己的婚姻當中有不足的地方太多 也感到很遺憾 但是他和他前妻李靚雷 永遠都是一家人 懇求外界給予隱私和空間 不要打擾他的家人 當然這一篇聲明寫得非常大方 亦相當得體 誰不知他前妻李靚雷 昨晚寫了一篇五千字的紅文 分別在微博和Instagram上張貼了出來 這篇文章就毀滅式地揭穿了王力宏的真面目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一起去看看 究竟李靚雷那篇文章是怎麼說的 首先我想要多謝每一個 願意花時間寫溫暖信息 關心我的每一個你 我的心情很沉重 所以還未能一一回覆 我想先讓你們知道 也許對你來說 這只是小小的舉動 但是對我來說意義就很重大了 多謝你們在我的人生最困難的時候 吸了很大的安慰和力量 寫這封信是我做過的最困難的決定 人生真是不容易 我想也只有這樣勇敢坦誠地去面對 一切才能歸零 我們才有各自重生的機會 也希望我的分享 能夠帶給深陷其中的你 或者是即將要踏入這個旅程的你一些省思 踏入婚姻的時候 我以為我們一輩子就會是一家人了 所以我全心全意地 為我們的家庭付出我的所有 因為你比我大十歲 又很希望有很多個小蚊仔 一胎折一胎不停地催生 所以我就放棄了工作和自己個人的人生 一切以你和孩子為中心 我們結婚的大部分時間 我不是在避孕、懷孕 就是在產後暴雨育兒 過程中身心都經歷了很多的變化 大部分我都是自己獨自面對的 當然我自己都喜歡小蚊仔 亦都是我自己要答應生的 但是如果我當初知道 我生完這三個小蚊仔 你就會因為想過單身的生活 而離開我們家 我會需要自己過著偽單身的日子 帶大三個小孩 我就是不會答應的 你亦都很清楚地知道 我從小到大最大的夢想 就是要組建一個和諧的家庭 使得我的孩子能夠 在一個完整有愛的家庭長大 但是我並沒有後悔的 因為我們三個小孩就是我的一切 是上帝最大的恩典 現代的女性就不像從前的女性一樣 沒有教育的機會 在家庭當中沒有選擇的餘地 只能夠擔任妻子和母親的角色 我們很幸運地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 有知識 學識 亦都有機會見識 都有謀生能力 亦都同樣是能夠為社會貢獻的 無論是過去或現代的女性 選擇為家庭全心付出 做家庭主婦 雖然實質上是屬於無酬的工作 但是這只是家庭成員角色的分配 亦都是家中重要的支撐 甚至是一個全年無憂 24小時多重角色的 這份工作的薪酬 應該加總計算 加上以你的能力 不外出工作的機會成本 這應該是所有家庭主婦 透過自己努力應得的薪酬 而不是被贈予或施捨 被分配到這個角色的人 不應該理所當然地 要永遠沒有經濟能力或職促 而擔任在外工作的那一方 獲得所有的利益和權利 這樣就會形成不對等的關係 亦都會使女性處於弱勢 即使男生出軌或家暴 都難以有話語權 他就說 我覺得這是我們一代人 需要一起省思的議題 我身邊的家庭主婦 很多的戶口裡面 都沒有自己的積蓄或收入 平時用老公賺來的錢 都會感到不好意思 用錢的時候 就會先看看老公的面色 也絕不敢開口 就說想照顧自己的父母 女性如果說開口說到錢的話題 也都會被社會譴責為屎賄 或者質疑是不是拜金女 只是貪圖男人的錢 對於長期以家庭為重 沒有在外工作的女性 如果沒有做錯什麼 卻因為南方沒有正當理由 而被迫離婚 通常都會不知所措 所以女孩們 一定要好好地防患於未然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會經歷這些事 你也許都會跟我一樣覺得不可能 但是未與籌謀為自己和孩子的將來做打算 一定是沒錯的 嫁給你王力宏這麼多年 被你和家人不斷懷疑、羞辱和冷暴力 一開始就被迫簽署不對等的婚前協議 你要保護你婚前的財產 我都能夠理解也都完全接受的 但是婚後的財產是我們共同的努力 也都是我們各自做好 份內的工作而得回來的 房子是你名下的 車是你老母名下的 財產轉移得很乾淨 怕我會佔你任何便宜 當然啦 平時小朋友吃的穿的用的 你沒有少給 但是這麼多年來 我也從來沒有用過你的錢 買任何奢侈品 簡單地過生活 很明顯王力宏就是渣男 不用說了 不用問貴 家用都不願給 這些人渣 不用說了 真的 婚前又說簽這個協議 保障財產 婚後你都不省一點給老婆 你結來幹什麼 這些典型要仔不要 這是人渣 好繼續說 這個李靚蕾就說 甚至我是你身邊唯一鼓勵你 不要為了賺錢接商演 節目或者廣告 人生是很短暫的 只是做自己熱愛的事就好了 將你所有的時間花在 做好音樂 療癒大家 改變世界 這是你的使命 亦都是只有你能夠做得到的事 我們的家從來都不缺錢 亦都是不需要更加奢華的生活 這樣的我 為何要長期受到你和家人的懷疑和羞辱呢 現在擁有你的所有錢財 不是讓你使用和挑撥我們的人 不是我 我知道這句說話是會激怒你的 但是我是很真心地 希望你能夠張開雙眼看清楚 我知道你曾經因為想要順從而憂鬱 到幾天都睡在地上不能動的 亦都是看到你因為想要順從而失去了你生命當中很多重要的東西 到了37歲仍然是無法自己做任何的決定 你感到非常之沮喪無力 無法做想做的事 無法掌握自己的工作 感情 或者經濟 你向我掃苦求救 我伸出援手 我單純地以為 我在拯救我的愛人 但是後來回過頭 才發現 原來我只不過是你手上其中的一枚棋子 你利用了我的同情心和對你的愛 讓我做了你的擋箭牌 你躲在我後面 利用我來一點一點幫助你奪回你想要的權利 過程當中你演白面 我黑面去奪權 對於我來說是沒有任何利益的 受益的只有你 你是老闆 所有商務決定都是由你來直接做決策 接著這段就到氣獄 心寒的是到了最後 你說要我相信你 你就由你來發言 你會保護我們的 你和你的團隊全面準備好營銷 控評操作媒體輿論 結果是什麼呢 你只是保護了你自己 你動用了你的人脈和媒體關係 拿我來做擋箭牌 用攻擊我的方式來保護你自己 做錯事的人是你 但是我和你老母就承受了所有輿論和負面每天的熱點 因為現在這件事 即是王力宏和李靚雷離婚 就被指控為李靚雷和他的家婆喊撒 婆色糾紛 實際上原來不是的 王力宏是一個渣男來的 OK 根據李靚雷所說 好了 然後李靚雷還繼續說到 他說 你獨善其身 我問你 這些每天的熱點不是事實 你可不可以幫我澄清 你就說 因為你在聲明當中已經說了 不會再回應 所以就不方便再作任何回應 我就說都理解 結果過了一個小時再擦每天的熱點 看到的 卻是你被爆出鬼了 你就馬上大動作為自己澄清 原來你口中的我們只有我 是沒有門的 你所說的你的明星是很珍貴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女人的明星都是很珍貴的呢 我以後還有很長的人生要過的 你就依著我從來都是最保護你的 不會說你任何一句不好說話的那個人 連家人好朋友我都從來不會多說的 你卻是為了要保存自己的優質形象 不惜造謠來去詆毀我 你用這樣的套路躲在親友的後面 透過他們各種來霸凌我 只是因為如果問題不是發生在我身上 你就卻決定不負責地離開 你就沒有辦法保有你優質的形象了 你的十字架我是不會再幫你背的 當時吳XX亦都是大動作地澄清 結果大家有目共睹 你和他有沒有不尋常的關係 你兩隻人心裡有數 演藝圈的男女關係 和你的三官亦顛覆了我的見識 對象、前對象和他們的好友 大家一律都是所謂的好朋友 十六歲認識你回想快二十年的一切 突然變得清晰 一切都是有蹟可蠢 只是我視而不見 當時我還未成年 你二十六歲就說要跟我 拿電話說我很漂亮 言語曖昧 打電話和我說 說就過幾小時以上 後來這些年來 你我時常去飛行 在同一個城市的時候偶爾會見面 記得有一次你約我去看電影 我們坐在前面 散場的時候發現你當時的緋聞女友 就在影廳的最後排 我們一起看了同場的電影 再後來 你當時還是跟前女友交往的時候 你就半夜兩點打給我 問我要不要去你家陪你睡 我覺得很怪就拒絕了 但是當時也沒有多想 你說你出來找我 在外邊就一直聊到早上 我後來才發現 原來你那時還是跟你的前女友在一起 後來你分手以後 我們再次在同一個城市相遇 你就對我體貼入味 幫我拿手帶我出去玩 我們相處得很開心 然後你掀起了我的手 因為你是優質偶像 我就沒有任何戒心 我們自然就在一起發生了關係 隔天早上你就說不想談感情 我也從來沒有遇過這樣的事情 當時很驚訝 但是同時因為你也很真誠地 跟我分享了很多你的孤單和內心的秘密 我當時真的覺得你的形象是這麼優質的 應該是受過什麼傷害才會這樣 所以我們實際上就好像一般情侶那樣熱戀 能夠一起就一起了 不在同一個城市的時候就經常聯繫 度過了很多美好時光 也會說我愛你的 不過是沒有名分的 你就說 你是沒有跟其他人在一起 只是暫時不想談感情而已 他這些招數都不知道對過多少女生用過 這只不過是其中一個中招而已 我相信 結果後來就發現其實好像我這樣的角色 你在很多城市都有這樣的朋友 你就被拍到帶女生回家過夜 也被拍到去召妓 就是叫雞 其實這些都是有實質的影片的 那些女生又清楚地說出了你的樓層和戶名 出電梯 轉了能夠去到你家裡這些都知道的 你坦誠這些是你的問題 你沒有辦法控制到自己 我當時就提出要分開了 你就打了幾個星期的電話挽留 就說你不會再是這樣的了 以後我就是你的唯一了 我們慢慢就會走向共同家庭的路 有一天你在上海演唱會結束了 沒有打給我 到早上又找不到你 後來就發現你和你的炮友一起喝酒狂歡了一整晚 還拍了各種奶貼、舔唇的照片 婚後都持續來往 你已經有了我了 還收到他一系列的裸照 祝賀你的生日 你又開心地回應 你又答應說我不會再跟他來往了 不過我還是不時發現你們來往 持續傳一些曖昧不清的訊息 有一次商演 你和他同場 還不想我跟一起去 然後他發了一個關於你的Instagram 稱呼你宏永 然後又刪除了他 有個女孩又是你王力宏的炮友 自己都已婚了 有了小孩 還要你和他一起騙他的老公 你們約炮過往我都感到很不舒服 正常的社交聯繫是可以接受 但是邀請他來我們家 我會感到很不舒服 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做 你就因此非常生氣了 就說以後聖誕節都不要搞派對 甚至明知違反法規都要飛奔 去他家裡找他聚會 我帶了肚子都快要表現 你的舞蹈老師朋友 就傳了一個短訊給你 說他覺得很傷心 以為你們是在一起的 另外一位女性朋友 也聽到我們在一起 就在我面前哭了一個小時 就說他都以為你們是在一起的 後來我就發現你記錄了各種 你召妓對象的特徵 其中就包含了幾位 生得好似我們身邊的工作人員 我情何以堪 原來有些人真是 叫雞都還要叫一些妓女 生得像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 這些人這麼奇怪的 他還會有記錄那個召妓對象的特徵 那些神經病人來的 那些劣跡藝人 李靚蕾就繼續說了 即使經歷了這麼多的魚屎種種 我最後都是願意選擇原諒你陪伴你的 只是換一種方式 不奢望改變你了 讓你自由過你要的生活方式 我退出你的生活 帶著那些弟弟在家等著你 等你想回來的時候就跟我們相聚 都不跟你吵架了 但是你還是要自私地離開的 理由竟然是 因為你如果是遇見喜歡的女生 你是不會想她受到委屈 被人說是小三 所以堅決要離婚 我不願意離婚你就變本加厲 想用各種的方式 語言來霸凌我 甚至羞辱我 在親友的面前捏造事實地詆毀我 這就是賤到無倫了 真是 那個老婆都已經是隻眼開隻眼閉了 只想你有時候回到家 就陪下那三個小小孩 你都說要離婚的 現在他老婆五千字紅文都爆出來了 如果你認為這些內容是假的 就告他吧 是不是 你行不行 裡面寫的東西巨勢無謂 如果作文的話 有沒有這麼詳細呢 所以這個李靚雷 我就覺得很慘了 作為一個女性 放棄了她自己的事業 放棄了她自己的生活 純粹是為了你去生了三個兒子 然後你就恥亂宗氣的 棄租康的 九十幾個炮友的 然後叫雞也要記錄了那個特徵 不知道是什麼人來的 還學人唱龍的傳音 你都拍衰了 是不是呢 大陸要把她的歌曲下架 真是不知所謂到極了 好了 這個李靚雷最後就說到了 他說我決定站出來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我不想再有女生跟我經歷一樣的事情 也都覺得這個世界需要 思考一直以來有權有勢的人操弄媒體 媒體操弄大眾 導致社會價值觀的偏差 輿論思維被控制 最後關於栽生上流 我就不會因為人的身份選擇 跟任何人做朋友 或者是不當是朋友的 我也都沒有靠她獲得現在的生活 未來也都不需要 也都不會為了要跟她拿生活費 而接受任何的屈辱的 雖然這些都是我應得的 但是不用了 我會靠我自己的努力 一樣可以把弟弟好好地養育成人 我就這段不同意了 多打就掠就掠吧 是不是呀 對著這些傻子 你用不著跟她說感情 不用跟她給面子 掠就掠有多少職管 去法院告她 問她可以拿多少就多少 她根本上你跟法官說那些懂得判 有良知的 是不是呀 好了 這個就是李靚雷那個 她還有的 她說 從今以後我要善待自己 我會重生的 也都是會做 孩子們最堅強的依靠 以及最好的榜養 讓他們知道 人生就算跌到了谷底 一樣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爬起來的 那我就認為她這段都寫得很正面的了 其實她就希望可以鎮作一點 也都是帶著三個弟弟的單親母親 都是很不容易的 尤其是面對著一段這樣的感情 當初她也是迷戀這個偶像 稍稍落答而已 原來這個人就是 喂 王力宏真是歲粉之王 若怕那些很多都是當她偶像 優質形象 多謝花時間看完全文的你 希望這篇文章 對你們的人生 有些啟發和意義 或者這也是我的經歷的意義 你美女 希望她以後會過一些好的日子 離開這些渣男 王力宏真是 簡直是跟譚詠麟叮噹碼頭 好了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